淑女白天很多事 淑女晚上有心事 幫你搞定淑女家務事 請 知道大家都說 就是夫妻本是同齡尿 我們要嫁雞隨雞 嫁狗隨狗 對 還有夫妻同心 其力斷金 無時無刻都要愛相隨 那你不覺得 這些太勉強了嗎 今天就要來聊聊 你們覺得你們在這個生活當中 跟另外一半 到底有什麼事情 是大家一起做 就是一起做了 就是鐵錠會翻臉 我是不能夠跟我老公一起工作 你知道其實他這個人 為什麼 一開始 我腰胃很重 因為你只有一樣贏得了 就是工作嘛 因為他入行早啊 對 對不對 所以他只有在這上面 每次一到這個的時候 他就會這樣打壓我 早其實是我出道 是因為跟他一起主持節目 那那時候我剛好新人嘛 然後他就會那種 就是我在錄影的時候 錄一錄 然後我忽然看到 譬如特別來賓穿了一件 很漂亮的衣服 哪裡買的啊 就這樣聊幾句 結束了之後 他就跟我講說 你剛剛這樣很不專業耶 就是你就是自顧自的聊天 然後鏡頭都帶到那邊了 他說你要是考慮一下就是別人 因為我們那時候不是在講 衣服那個怕 然後我就說 OK 你需要這樣嗎 那你就剪掉就好了 我現在會這樣講啦 對 可是我那時候就說 是 對 那時候就會很質疑 自己的人那個主持難力 對 我就覺得我 那我不應該 就會變得有時候 我就話又變得很少 然後他又嫌我說 你幹嘛都不講話 就很難啦 對啊 對 兩難耶 對 然後有一天我想說 我要讓我自己放輕鬆 於是我就帶一本雜誌 想說等一下到那個 我就不用跟他聊天 對 休息的時候我還可以看一下雜誌 他說你帶那什麼 我說雜誌 他說 你怎麼可以要上班的時候 還帶一本雜誌 那個時候你要看本啊 好難喔 你知道他是會這樣 眼睛看著我 下一句 下一句 你知道 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 很出戲是不是 我懂 我懂 Julie姐這個派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夫妻間有很多東西 是不需要言語的 對 就是他眼神這樣一看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壓力來了 壓力來了要說什麼 是嗎 他在等第三拍進來 然後一封就是 你不要忘記囉 很煩 每一次製作單位說 你們講 我說我不想跟他一起 這個壓力真的滿大的 因為畢竟就是 凡哥真的太資深了 對 所以他永遠就是一個 前輩的姿態 可是我覺得跟老公 只要跟專業領域 工作上相關的東西 都不要一起 因為像我跟我老公 就都是教練 對 所以我們講我們自己訓練好了 我老公的習慣是 他就是不管做到身體已經歪掉 還是已經沒力 他一定要做滿那個時間 譬如說一個動作 他就是要做滿五分鐘 比方是這樣講 但是我的訓練方式 是我覺得這個動作 我做到我覺得已經沒力了 動作要歪掉 我覺得就要停止 因為再做下去 我們可能會帶傷 可能會受傷 但我們的觀念 完全會不一樣 然後每次在訓練的時候 就吵架 你為什麼要管我 你為什麼怎麼樣 我就覺得你為什麼 要干涉我的訓練 因為他的訓練方式 可能比較偏選手 但我的訓練方式 可能比較偏身體健康 對 然後增加肌耐力 所以完全是兩碼子事 然後你知道 其實上拳擊課 團課有很多的環節是 兩個兩個會對練 互相會練技術 我們會設定好技術 讓學生去練 對 可是愛表現的學生 就會 毛起來亂打 他會用蠻力 去打他的訓練夥伴 女生就會覺得 這件事本來就不應該發生 我們應該要保護 每一個來上課的學生 不應該讓他受傷 但我老公就覺得 你不可以過度保護學生 你這樣子保護他們 不讓他們繼續的話 他們永遠都不會成長 不會進步 就為了這種事一直吵架 我老公就說 我覺得你 他指著我 然後我就說 對 然後我就會說 我也是教練 我沒有不尊重你的專業 我們教學的方式 就是不一樣 然後他就說 這時候就落得一面了 然後他自從嗆出這句話之後 對不對 這是運動相關 但通告相關 是我的專業了吧 對 演藝相關 是我的專業了吧 是 我們每一次要請他上節目 夫妻要合體 他就跟我講說 不行 那上任一個節目 我價錢一定要 就是至少要這樣子 因為不然我要推掉 這些私人課幾堂 幾個小時 我虧啊 但是他突然有一些身邊 什麼拐瓜裂 找朋友要來 然後跟他講說 可不可以幫忙 PO個東西 或者是做個活動什麼 然後給他一個就是 比車馬費還低的價錢 他就說惡化 不是說說沒有問題啦 就是幫忙一下 那個時候 割露的不是酬勞 割露的是義氣 我就說我覺得 你在侮辱我的專業 我每天幫你得罪製作單位 你在那邊車馬費不到 就給我亂接活動 我說你這樣叫我以後 怎麼交代 雙重標準 對啊 就是不行這樣子啊 其實說真的 我也是沒有辦法 跟我老婆一起工作啦 因為這個 我老婆她是獅子座的嘛 因為妳也知道 獅子座推求的就是這個 成就感 掌聲 還有爽 這三件事情 那所以如果 你講完這三件事 我已經感受到你的卑微了 對 那如果說 製作單位呢 在製作單位的時候 再跟他小以大一說 你等一下上去 你就是盡量地醜化小涼哥 你就是把它弄到尖酸刻薄 然後我們大家就會笑他 然後效果一定會非常好 但是他就會遵照 這個製作單位的講法 然後一上去 就把我講到尖酸刻薄 我就差點好像沒有去搶銀行這樣 只要這個導播五四三二 他就殺紅眼你知道嗎 我覺得小涼哥在幫自己 買保險 我也是 對啊 為什麼你老婆講完 這麼有說服力 因為跟我們認識的 你也差不了多少 對啦 還是有一些差距啦 不是 差距 有差距是不是 就是結成跟摳門的差別 好 所以那還有其他事情 我們覺得是 就是跟老公無法 畢草的 對 一起的 我還有一個畢草 就是跟金錢相關的 這也好容易喔 就是誰要掌管金錢 然後金錢應該怎麼樣去運作 跟分配 一開始 因為我老公在結婚前 他就有這個債務的問題 所以我就覺得 當一個嫌妻 就是要幫他管理他的財務 該找什麼行為幫他弄掉 然後其他東西就是 行李每天報仗 這樣子才能存到錢 跟幫他處理他以前的 負債問題嘛對不對 然後這件事情 長時間下來大概一年多吧 我就發現有點不對勁 因為我每天幫他記帳的內容 就覺得 怎麼可能那麼少 我老公每天都背一個 可以裝就是一具屍體的包包 走來走去 這麼大 超級很大 我跟你講 什麼 我跟你講 那個是連男生 都拿不起來的重量 那個包包至少有二十幾公斤 因為他一直背著嘛 他就一直到處去想說 他先習慣啦 先適應啦 搞弟弟 對 然後之後我才發現喔 他這個 那個每天的報仗對不對 很多錢都是 口起來 他就是藏起來 他藏實車子 他藏實車子 然後他的實車子 都拿去幹嘛 你知道嗎 他就是 時常會有一些 那個大包包就會裝什麼 幾件衣服啊 幾雙鞋子啊 他去哪裡 偷偷運回家 然後我都不知道 因為他都裝在他屍體袋裡面 然後我就問他 我就說 你為什麼要買 這麼多奢侈品 怎麼了嗎 他先大聲 先這樣下馬尾 怎麼了嗎 我賺錢 難道我不能夠 犒賞一下我自己嗎 如果妳可以好好講 我還願意跟妳好好聊 他就說 還嗆我說 妳一天到晚買新衣服 新鞋子 我難道就不可以 偶爾犒賞自己一兩樣嗎 我就火就上來了 我說先生 我做什麼行業 我本來就要新衣服 新鞋子 我的通告費裡面 就含新衣服 新鞋子的錢 不然通告費可以含那麼高喔 對啊 而且重點是我當教練的時候 要穿上衣耶 難道妳要我脫掉衣服的臉嗎 對啊 我說妳每天 我說妳每天穿上衣服 那幾件衣服 那幾雙鞋子 我說妳一天在買新衣服幹什麼 他冬天寒流來 是不穿外套 穿短袖走來路上的人 他給我買一件 一兩萬塊的羽絨衣回家 幹嘛 為什麼要買 真的 他告訴我 搞不好有一天我會出國 遇到零下幾十度的時候 我就會穿到羽絨衣 那不會那時候再買喔 對啊 我就說 妳現在是有債務問題的人 妳怎麼可以這樣子亂花錢 然後這件事吵完之後 我就說算了... 以後妳的錢妳自己管 我管我的 我不想再看妳 因為我看妳這件事 花錢的方式 我真的是很生氣 然後就妳每個月賺到的錢 妳就是把家裡要的費用拿出來 其他隨便管妳去死的這樣 但他自己管錢之後 發生嚴重的事情 我就說那可能要整他說 但我手頭很緊 我說妳 根本就沒有在存錢 妳就是把那些錢都拿去買漫畫 買衣服 買鞋子 我就說妳的負債喔 真的不行 永遠還不清 好可怕 妳都已經看那麼清了 對 還這樣子包容她 那我覺得錢這樣事情 真的也講到有時候 是傷感情的 好 那錢不要講 我們總是玩樂的事情 大家應該可以一起開心吧 不行 完全不行 我昨天看到那個 靜美美的Vlog跟那個仁甫 我真是氣爆了 因為我這輩子最不能容許 就是跟我老公一起跑趴喝酒 妳居然跟仁甫拿著紅酒杯 有沒有 還在芬蘭這樣拿紅酒 我想 我怎麼可能跟老公一起喝酒呢 喝酒不就是要跟老公一起喝 我先跟大家說一下 我老公背景就是 她是一個謙卑不醉 她可以喝二十瓶 三十瓶的紅酒 可是其實我覺得要該停了 那老婆就開始說 真的喝酒會脂肪乾 而且喝酒跟吞油一樣 酒精卻有熱量的 有些白木的還聽不懂 我們愛喝的都聽不懂 不是白木 都聽不懂 再來就是其實心臟會有問題 就開始煞風進起來 最後就是看到已經喝到 已經采灌 已經三十瓶紅酒了 我覺得不行 我就開始說不要再喝囉 可是這時候你知道 大老婆這樣講的時候 其實旁邊就狐群狗擋 妳剛才說拐瓜裂著對不對 狐群狗擋就開始說 周醫師生氣了 你完蛋了 妳不覺得一個老婆 這時候還想要火上加油對不對 這樣講會讓我更生氣 是旁邊的人講這個 對 對 其實我們平常也是溫柔婉約 不會去做這種事 真的幹嘛一直誤語話我們 我們就是態度堅定 但口氣委婉 對 但我想說我也不應該 我不送人 我怎麼才會當掃興的人呢 後來從此之後 我就不再跟他在同個場合 眼不見為景 妳自生自滅好了 隨便妳 但是重點是他喝不醉 妳有什麼好阻止他的呢 妳講對了 結果今天早上他載我來錄影 他怎麼說你知道 那個前天那個什麼董 還那個醉倒在他家前面 土地公廟 早上起來被那警察抓到 我到現在 我沒有任何的事情發生 我就 我說妳心臟都有病了 還沒有事情發生 沒有 因為周醫師的醫生 就是他的職業又是個醫生 是 然後看到另外一半喝二三十瓶紅酒 那很可怕 還沒醉還可以繼續喝 對 真的 可是我聽完這整個故事 我只想知道周醫師的 這個先生叫什麼名字 我們絕對不要跟他一起喝酒 因為喝完之後大家一起攤酒錢 我多虧啊 對 對 太棒了 湯真的會讚耶 真的 可是真的很厲害 表達酒量真的是深不可測 好 那靜香呢 我老公只要上桌 坐在餐桌上 他就會沉浸在 有一次晚餐我炒了幾盤菜 然後還有一盤豬排 我還很貼心 把那個豬排切很小塊 然後大概切了有十幾二十塊吧 一上桌 我就在那邊忙小孩 先把兩個小孩的飯菜 都先弄好 我老公默默就在那邊吃 我一回頭 肉只是要最後一塊 老公還默默地夾起那塊豬排 問我說 老婆 最後一塊豬排 你要吃嗎 如果你不吃的話 我要把它吃掉囉 我整個傻眼耶 我跟他說 先生 我一口飯菜都還沒吃耶 你筷子又沒有動 我以為你吃飽啦 什麼 不是 我筷子還沒動 是因為我還在忙兩個孩子 我一口都還沒吃耶 孩子都還沒吃飽 我要怎麼吃 而且這種狀況更火 因為我們還在忙小孩 然後說不是妳去餵完 為什麼要餵 不是自己 妳以後豬排 切一塊小塊給他就好了 因為他先放廚房 妳小孩餵完 自己拿出來吃 妳要自己留意 他吃完妳就說還餓喔 那吃白飯 對 菜妳自己把它吃掉 他很誇張 他還有一次去搶小孩的食物吃 好扯喔 我有段時間很容易跟做做吵架 是因為我們出國的時候 他很喜歡點公加分 就是不自己點一份 然後每次就是在國外要省錢 可是你們家還滿適合的 因為他們家都食量不太大 他就是覺得我都吃不完 對 所以他每次都說 那我們一起吃 一起吃 可是後來就都被他吃掉啊 所以你都每次被... 就這樣 就眼睜睜看 然後他就吃掉 他說 老婆 那妳還要吃嗎 我說 對啊 所以最後那一句不是 心酸的嗎 心酸啊 後來我就說 我不要再跟人家分享了 我就是擺明會說 我不分的喔 這個我要一個人一碗的 然後我就會說 王府所以妳要不要 他就說我不要啊 妳不要叫我的 一來了之後 我老公就開始這樣子 而且趁我們再講話不注意的時候 他湯匙就過來了喔 然後他們說 幹什麼 妳不是說妳不要吃 他就說 一口嘛 一口有這麼小氣嗎 然後我們繼續跟小孩講話 講一講 然後他就突然把我兒子的飲料 拿出來喝 我兒子說幹什麼 爸爸的壞期間被拆穿 對 沒錯 他每次都吃我們的 然後他就說 你們那麼小氣幹什麼 爸爸喝一口會怎麼樣 然後我兒子說 對 他的一口就是跟血牛一樣 然後半倍就沒了 你們講得是好 也都發生在我們家耶 對 為什麼不自己賣 不是 我老婆就會說 每次都說 問妳要不要吃的時候 妳說不要 回來又吃得就是很開心 那妳幹嘛吃 不是啊 妳問我要不要吃的時候 我當然說我不用 沒有關係對不對 那妳就不要吃別人的 壞掉的鼓器啊 你們吃兩口又丟在那邊 當然我要把它吃完 我們沒有丟在那邊 我們只是在講話 喘一口氣 要等多久 等一下 就是比妳的耐心多一點 好 你看喔 這個夫妻的戰場 就是生活啦 錢什麼都能聊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廚房 廚房是另外一個戰區對不對 真的不行 有一次我們就說 好 那晚上了嘛 宵夜 我說那妳要吃什麼 那我們就煮個泡麵好了 就泡麵不是很簡單 加一顆蛋 還要拿一個碗來打 妳為什麼不能直接打在那裡 我是不是要多洗一個碗 沒錯 對不對 技術不好啊 那算了 然後過兒就說蔥 他說妳去切點蔥 好了 妳切蔥 放在泡麵裡面 我又要洗砧板 又有刀子 又多了這麼多東西 對不對 然後他就加了一堆東西 然後我就說 妳這樣加我覺得吃起來 味道會很奇怪 因為那是肉燥麵 就吃肉燥麵原味就好了 然後他就打開冰箱裡面 偷偷摸摸的 就趁我這樣轉到水頭的時候 他丟了六顆水餃下去 妳有丟水餃 對 那麵還能吃嗎 真的 那個麵這煮爛了 所以我就得煮那個 等那個水餃 我就跟他講 算了 我說我吃跟香蕉就好了 妳吃吧 然後他就說 是喔 妳不吃喔 可是我煮了這麼大碗 然後把它倒到碗裡面去後 加了一大半瓶 大概那種黑醋 那光明醋 泡麵還要加黑醋 好怪喔 對 然後他就這樣吃兩口 自己說 真的好酸喔這樣 然後就說他也不要吃 蛤 幾泡麵會出事 真的 是啊 因為我們煮泡麵是不是 鍋子它不可能跟泡麵 泡麵一樣小碗嘛 鍋子一定比較大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自己抓那個水量 泡麵大概要多少水 然後去煮 味道是剛剛好 對 我老公這個人呢 他就是鍋子有多大對不對 水就這麼多 蛤 他是蒜汁泡麵 對 然後什麼都給他加進去煮 然後火開到最大 大滾這樣子 然後把旁邊所有塑膠類的東西 全部燒到油 妳知道嗎 就旁邊 好危險喔 旁邊的品質都沒有 S型了 有 看得出來那個品質 旁邊不是沒有S型的 然後我整個家變行天工 就是我從旁邊出來之後 整個煙霧弥漫 我不誇張 是煙霧弥漫 那趕快 趕快找戰豬箱是不是 重點是我 我進廚房之後 我就說你都沒有聞到塑膠味嗎 你在幹嘛 煙這麼大 他還悠悠悠的在那邊 撈旁邊說 沒有啊 還敢居停 你這時候還敢居停 為什麼呢 其實我的感受跟雨柔是一樣的 就是說 因為有的時候 就是老婆平常上班忙嘛 禮拜來禮拜天 在家裡面想說來做一頓菜 然後就是大家闔家歡樂一下 可是他每次說他要做菜的時候 我就有一種感覺 就是好像你去東南亞住飯店 然後又住到邊間 然後晚上越睡越冷的那種 就是說 我說其實 他說他想要煮義大利麵 我說沒有關係 他現在那個外送很發達嘛 那你叫一下 很快就來囉 他沒有那個 自己煮才好吃 自己煮才健康嘛 又安全嘛 而且禮拜天難得嘛 對不對 好 就先從買菜開始 他就去買菜 就已經買了 已經超過不知道那個外送 已經幾百倍 那洗菜呢 你也知道我 他就說叫我們去幫忙 那洗菜 我們想說把菜洗乾淨就好 他說沒有 他這個要用 一直要用流動的水 對 然後要一直沖 大概要沖到二十分鐘 那你買有機的幹嘛 然後大家已經餓到 就是好像血糖 已經非常低了 但是你還是要就是 很有耐心的 然後把它弄好 對不對 好 不容易煮完了以後 其實他花了一個上午煮的飯 大概半個小時就吃完了嘛 那吃完了以後 就是噩夢的開始 因為他會說 老公 我做菜 你洗碗囉 很好 很好 然後你再到廚房的時候 這個都不是非常公平嗎 你再到廚房的時候 就接劉雨柔剛剛的故事了 那個S型號 就是劉雨柔又回到剛剛廚房 然後看到那個廚房 好像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炸過的 你就會覺得說 呼吸 什麼呼什麼 不是嗎 對 何必這麼辛苦 好好好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 訂閱 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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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é